如果你發現我們包裹的時候會壓到你的球球 只要你稍微把它往上用你的吹風機往上吹 吹完之後就會這麼圓 再來上面的麻花你根本不用特別的去理它 你看就這麼好看 好然後呢帽子它是長這樣子的 那也幫你定位好了 大概翻到這個厚度是最好看 頭圍你的頭大頭小都沒有問題 你就把它當成是毛衣的洗 記得一定要放洗衣袋 球球不要丟到洗衣機 這邊其實有個鈕扣 各位如果要扣回去的話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的毛實在太漂亮了 這個是有點偏就是有一點點咖啡色系的感覺 這個也蠻可愛蠻耐看的 米色的它的球球有一點點米灰米灰的感覺 然後呢米色我覺得是裡面還蠻好搭配衣服的 不論你的衣服是紅橙紅綠藍鏈紫蜜 色好像都可以配 那黑色其實蠻無聊的 它就是沒什麼想法的人就會買黑色 因為黑色毛帽它也是非常的容易駕馭衣服的 粉紅色我想應該是大家很喜歡的 因為這次的粉很淡 上面是粉紫粉紫的感覺喔 超級可愛的 也很好駕馭的灰色 你買帽子就是要像我這樣子 很好駕馭 幾乎是兩秒鐘就可以出門的 有人買兩頂 你可以這樣 超可愛的 這是小幫手自己把球球拼色 你買的時候是一樣的顏色喔 好嗎 真的嗎 好嗎 好嗎 得到 結束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